情人节凌晨苏炳天新赛季第一枪 2019年继续高密度参赛 凤凰体育训北京时间2月14日凌晨 中国短跑名将苏炳天 将在爱尔兰阿斯隆举行的一场男子 60米是内赛中亮相 开启农历新年的首秀 预赛将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10分和18分举行 决然将于凌晨4点37分名枪 这是苏炳天2019赛季的首秀 教练兰迪给出的计划是热身 随后 苏炳天将参加2019国际田连室内巡回赛 英国博明汉站和德国杜塞尔多夫站的角逐 去年苏炳天就是从室内赛起飞 接连刷新男子60米亚洲记录 也正是凭借年初室内赛场的出色状态 苏炳天在2018年迎来大爆发 不仅100米追平亚洲记录 还在亚运会赛场圆梦夺冠 日前 国际田连官网在头条发布了苏炳天 将亮相博明汉站的消息 文章称 苏炳天作为室内田径世锦赛赢牌得主 将在博明汉站的比赛中 迎战三名优秀的英国短跑运动员 同时捍卫自己赛事未免冠军头衔 之后 国际田连又评选了室内赛历史上五大经典时刻 苏炳天在杜塞尔多夫站 打破男子室内60米亚洲记录的比赛荣耀当选 成为了获此殊荣的第一个亚洲人 除了年初的室内赛事 苏炳天在2019年的参赛重点仍将是室外赛 总体上会保持比较高的参赛密度和强度 苏炳天表示 4月我会参加亚锦赛 然后是5月的世界田径接力赛 这两个比赛加上后面的多哈士锦赛 是我在2019年最重要的三项赛事